大家好,我是Chris娜贤霖 今天呢,我们特别要来谈谈这个话题 就是关于podcast 不晓得你是不是教徒 甚至你是不是小菜鸡 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先瞎挺一波的朋友 但我肯定的是 你一定是我们听天下podcast的听众 那podcast的崛起在这几年的台湾是相当盛行 那你也可以看到 请一阵子可能有所谓的clubhouse 开房间的热潮 那这样的趋势到底可以延续多久 我们都知道第二注意力 大家都在关注 那听经济也正在兴起 可以发展到什么样子的阶段 今天有两位来宾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 第一位是天下杂志影视中心的总监 吕洛梅 谢霖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来宾是天下杂志争 和传播部客户创新长张建政 谢霖好,洛梅好 好,两位来宾 今天我们来谈谈podcast 那个废在日常是非常 大家可能用听的了解知识 了解文化 甚至是生活休闲兼答辟 但听经济到底是怎么样开始 而在台湾的演进 是这一两年吗 好,我想我们两位能够在一起来谈这一集 我先简单做个背景说明 如果今天是我们听天下的忠实的听众朋友 这两年多来就是我跟建政的我们的团队 然后一起把这个听天下我们做起来的 所以我们大概才有稍微有一点点的资格可以坐在这边 跟大家聊一下今天的关键字听经济 对,这一集的关键字叫做听经济 所以我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想要先跟听众朋友分享几个数字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现在台湾的podcast有几档节目 到底有多少呢 因为往往我们看那个排行榜 可能就关注前十名 前五十名 前一百名 大概就是滑到底 大多数的人就是滑手机 你滑到底 大概可能就三四十个节目 或是更多一些 但其实现在台湾我们的所谓的繁体中文节目 有超过一万六千档 那在两大的所谓的本土的hosting 托管平台之一桑岸 桑岸的总聆听量已经超过了十四点八一次 另外一家first story 他们去年新上架的单集数有六十二万 那用户每一天他平均聆听的时间 在2020年是四十分钟 去年已经长达了七十分钟 那其实在今年五月的时候 我们天下跟KKBOX 还有东方线上 我们做了一个听经济的大调查 那个时候的调查是 台湾已经有两成的收听比例 意思是什么 就是台湾有五个人 就一个人收听 那现在还在持续的成长 但是我想要把时间拉回两年多前 听天下是在2019年11月上架的 在上架之前呢 那个时候我当然要做一点资料 了解一下podcast市场 虽然我个人是在2010年的时候 就在收听podcast 那个时候的目的是因为我想练一下英文 那个时候BBC放了很多的节目在上面 但是大概过了两年 那个需求离开了之后 我就没有再收听了 所以因为这个契机 所以重新理解一下 那个时候我的印象中 我把这个iPhone的手机打开来 划一下 大概繁中节目 有固定在更新的 大概不超过十个 划一下就到底了 相当爽 很多是没有更新 它的可能存在就摆在上面 已经非常长一段时间 然后另外呢 我在网路上打podcast这个关键词 中文的文章 我印象中大概就是三到五篇吧 其他全部都是英文的资料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说 也不过就是两年前 它是一片荒芜 在所谓的繁中市场里面 可是像现在我们打podcast这个字 已经有危机的词条 一堆的资料在上面 语后春笋般的崛起 为什么呢 短短两年就差异非常大 所以我想要回应到 贤令一开头提的 听经济是怎么开始的 那我个人的观察 其实广播一直都在 贤令是非常资深的广播人 是广播一直都在 但是有人说可能近凋零 可是你会发现 其实听这件事情 广播是最早的大众传播 它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 所以我会认为说 它不是一个开始 它现在是一个听时代的复兴 那为什么这个复兴 它其实跟大环境是有关的 大家想一想 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是一个用眼过度的环境 第二个 时间是一个非常稀缺的资源 我们每天都觉得我们时间不够 时间非常的稀缺 那我们来想一想看 什么样的方式 我们能够解放双手跟双眼 然后你还可以 耳朵就可以了 你可以一边做事 然后一边可以吸收新知 或是娱乐也好 就是听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听这件事情的复兴 它跟整个大环境 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所以重新 我们所谓的开始 那其实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都在谈的叫做眼球经济 眼球是一个非常要争夺的一个东西 所以过去我们不断要想说 要抓住你的目光 要抢夺你的眼球 我过去长期这专业 其实是做影音报道 影视报道的 我们过去在电视新闻 强调一个黄金七秒 也就是七秒这个当下 你没有抓住人的目光 基本上你是一个失败的传播 我现在常常在讲 大概现在一秒吧 大家想想 听众朋友想想看 你滑手机滑IG滑Facebook滑YouTube 滑过去一秒钟 你不想看 你就是滑到下一个去了 所以我觉得过去的眼球经济是这样 可是下一步耳朵经济 它非常不同 它是一个陪伴型的产品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讨 突然之间在这个Podcast 在台湾快速的崛起 然后它会产生一个 这么大的影响力 也就是在听的这个载体当中 它是一个非常陪伴 所以它容易让你的忠诚度变高 连着度也很高 所以我觉得大概是像这样子的 一个发展的过程 但是最后我要补充一点是 我觉得以2020年 是台湾的Podcast元年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还是是突然之间 有大量的创作者投入 我做内容出身的 我还是相信内容是王道 内容是王道 贾伯斯也是这样说 比尔盖茨也是这样说 对不对 内容为王 其实它真的是在Podcast节目当中 是一个运用非常体现的 因为如果你一开始 只是用博眼球的方式 但是Podcast是看不到的 当然你可以做一些 数位串流的创新 比如说像是我们现在同步 也是有YouTube影片 你可以看 但是那个是互相加成 那对于听天下来讲 对于听经济 建政哥您这边怎么看 对于这个发展的开始 我觉得延续一下 洛美刚刚说的 洛美刚刚提到说 听对我们来说 它是一个陪伴的东西 开始浮现 那其实也跟大家讲一下 听天下 其实我们在当初 投入Podcast的初衷 并不是因为觉得 它是个新的传播工具 而开始的 其实早在2008年的时候 天下就开始尝试 让我们的文章 透过声音的方式 读给我们的读者听 比如说让读者 可以在忙的时候 可以透过听的方式 去理解 这篇新闻 在讲一些什么内容 可是其实也是 这个眼镜的过程 我们开始 去收到读者 有更多的回馈 比如说 我记得有一次 我们做读者的调查 那读者的回馈 就是说 我希望 那个机器人的导读 其实是很冰冷的 他希望可以 有一些真人的声音 来跟他阅读新闻 然后加上同时 那一份调查也看到说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天下是做付费媒体 订阅的媒体 然后所以有一个读者 也会会说 如果今天听的这个导读服务 有出现 有升级的话 有升级 他会愿意为这个而付费 那我们作为一个 需要商机的人 我们就会想 这真的是一个 很好的发展的机会 所以开始更专注的 去投入 让记者去阅读新闻 用真的人 去阅读这个新闻的方式 那也透过很多次的转换 跟调整 发现读者真的很喜欢 然后也知道 若美刚刚讲的 我们2019年的11月 算是听天下正式上线 然后一直走到 现在这个阶段 然后慢慢的发展出来 那我觉得很有趣是 一开始算我们是 从一个陪伴阅读的服务 而延伸出来 可是到 现阶到我们 其实越来越多 反而是从声音 本身独立出来的内容 声音本身独立出来的内容 就比如说我们听天下 现在很多的节目 他并不是 他是主角了 对他是主角 他并不是真的跟着 所谓的杂志的内容 或者是原本的新闻内容 而是从一开始在设计 我们就是为了 让听众用听的 去接受资讯 接受知识 就比较像是 从这样的角度 那我觉得在 很有趣的是 我们在看 读者的这个需求 其实也是 刚刚提到我们 跟去年六月 跟KK80 做那个调查的时候 也有提到 其实大部分的 听众的 正正的需求 其实确实也就是 我可以怎么样 在没有时间的时候 透过 要用听 就可以接收讯息 接收资讯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我自己觉得 他听经济 真的发展出来 很重要的一个来源 就是刚提到 资讯很爆炸 然后大家又很希望 在有限的时间 得到一个不一样的内容 得到新的东西 的确如何 就是让眼睛 稍微放松一下 或者是你不需要 全神贯注 你只要用听 比如说像是 通勤的时间 开车的时间 用破碎化的时间 去整合所有的资源 那像这样子的听经济 它可能就有些商机出现 那刚刚其实 洛美有分享说 节目很多 有这么多档节目 可是其实也曾经 看过调查报道 就是说很多节目 其实可能做不到 十集就停根了 甚至是说 本来是周周根 变成月月根 甚至现在是季季根 遇到了什么样子的瓶颈呢 而且怎么样 让这样子的听经济 可以真的持续下去 其实2020年 大家说是Podcast元年 但其实在年底的时候 很多人就说 会不会隔年就是泡沫 昙花一现 但是其实走到现在 我们也一路都是 摸着石头过河 在看这个所有的情况 但是至少现在 从现在的情况当下 我们看起来是 多数的人是不这么认为 那如果我今天 行李来问我的话 我会认为说 这样的趋势会持续 那我觉得它的差异 只是说 我们从元年 现在迈入了2.0 那为什么我会认为说 这个东西会持续 我觉得我可以 跟听众朋友分享 我们观察到的 三大现象 第一个 从Podcast元年 那个时候 多半都是素人 但是现在是 我们的创作者 从素人到名人了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有非常多的 YouTuber 网红KLL 名人 像之前有这个 大量粉丝的 蒋勋老师 他也做节目 总统蔡英文 也有 也上节目了 然后来宣传政策 所以呢 当这些人的投入 你会发现 他们也把粉丝 带进到了这个Podcast市场 所以等于说 这个base 在持续的作大 当然相对的 也就非常的竞争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过去在这个Podcast的产业上 是原本是一条龙 到现在已经开始 有专业分工 刚开始在元年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 创作者自己 非常有兴趣 我想要分享我的内容 分享我的声音 我自己做创作内容 我自己用很简陋的方式 来录音 然后我再来做剪辑 然后想尽办法上架 那当然相对 在每个环节上面 就会比较 技术面就会比较基本 可是我们现在发现到说 就像你看我们现在录音 我们会到录音室 我们有专业的录音师 有剪辑师 他会变得更专业分工 所以当专业分工 也就面对到 就是这个产业链逐渐的形成 而后端的平台 也给了更多的服务 然后也有发现了 广告代理 业务代理 也逐渐进来了 所以它是这个产业链 开始逐渐形成 第三个也就是 各种资源的投入 像光是以台湾来讲 这两年KKBOX 收购了First Story 那17又入主了桑案 桑案最近又跟了一个 所谓的声音社群平台 叫Goodnight又合作 所以就是你会发现 大家不断的在 大量的资源在整合投入 然后有各种的收听平台 然后我们的耳机也越来越好 我相信现在很多的 听众朋友家里 应该人人都有一个智慧音箱 所谓这个声音的生态圈 已经完全在包覆着 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 所以我觉得 从这个三个现象 我觉得比较能够 笃定告诉大家说 这个趋势会持续 但是它也有 很严峻的挑战 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了 竞争会变得非常的激烈 你就算有个好的节目 你不容易被看见 是淹没在节目海当中 现在有一个 之前这个平台 有提供一个数据 现在大量 虽然有一万六千档的节目 可是其实收听 你是在繁体中文的部分 对 它基本上收听群众 都集中在前百分之五的节目而已 我们天天下 大概就在前百分之五 可是我们距离前百分之一的节目 我们又还有一段的差距 所以这是 其实这个是蛮可惜的地方 我们不代表说 其他一些内容 它并不好听 只是它很难被发现 当然我觉得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挑战 其实就是商业模式 怎么样把声音变现 我们从庭跟刚刚贤离 已经有提到这个数据 一万六千多档的繁中节目 但是已经有超过一半 90天是没有更新的 那为什么没有更新 一开始大家可能 我斜杠 我喜欢做内容 可是其实做内容 是要投入非常多资源跟精力的 所以很长时间 如果你没有所谓的物质上的回报 或是说有很多人的收听 粉丝的回馈 你就觉得那个动力 就很难做下去了 对 所以我觉得特别是在商业模式 这件事情上面来看 那我们其实听天下 虽然做到现在 其实我们一开始在做的时候 我们也面临到很大的困难 媒体 我们要制作好的内容 虽然我们叫做编务跟业务 是绝对分离的 可是我们绝对需要广告 来支撑做出好的内容 那当然建政就负担了 很多这样的责任 我觉得建政可以分享一下 他也是一路走来 那个血迹斑斑 其实刚刚讲到的商业模式 我想一般的听众 应该也可以理解 就是说当要成为一个正向的循环 他当然必须要有所谓的盈利 不可能一直成本的投入 但却没有回收 不能够运转 那听众加上创作者内容物 再加上有一些品牌 愿意一同来支持好的内容 这个才有办法 让节目来运行 那建政您这边看到 什么样子的发展 或者是说 其实你有很多的难处 也不是说难处 只是确实我们一开始在 怎么讲的保守了 就是我们一开始在尝试这个评 因为一开始也是看到 听天下游很好的收听的表现 然后其实我们一直在思考说 他到底可以怎么样去变成商机 变成商模 那我觉得不脱离说 我们这种学广告的人出身 就是很容易用以前的思考方式去思考 广告可以怎么做 所以其实我觉得跟大部分 现在听到的很多Podcast节目一样 都是比如说有厂商赞助之后 那我们主持人会在一开始 直接用口播的方式去介绍 我们今天有一个什么厂商赞助的产品 那产品我自己用 也觉得很好用 大部分都是用这种模式 那我们其实自己也很清楚 知道我们自己的节目的定位 还有我们的听众 到底要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蛮重要 就是先了解听众 真正的需求 对节目的需求是什么 因为我们发现我们听众 对听天下的渴望 就不会是来提你跟我先聊大批 他可能更希望是 我可以透过你很简短的资讯 告诉我一些我有用的趋势 我有用的内容 所以其实我们在经历了 其实坦白说 大概经历了半年 像近八个月吧 一直在尝试各种不同的营运的方式 一直到后面 我们还是回到最初的初衷 就是不管我今天的广告 客户的角色是什么 我们反而是 我们会花很多时间 去跟客户讨论说 你的内容或是你的资讯 对我的听众到底有什么价值 到底有什么用 举例来说 就是以我们关键字这个节目 我们也会有一些客户的合作 的进场 那我们就会跟客户 花很多时间讨论说 那你今天要谈的东西 除了产品之外 我们应该要去思考 我到底可以给听众 什么样的趋势 可以给听众什么样的方向 那为什么这件事情 对我们来说会这么重要 而且确实这样的运作方式 也是让我们后面找到一个 比较好的商业模式的发展 我们用很清楚的 节目的广告标示 让听众很清楚知道 今天这个节目是有客户合作的 可是接下来你会在这个节目的过程 听到一个对你有用 而且有价值的内容 我觉得这是我们 找到的一种方向 那我觉得为什么 这个方向会是有用的 就是从很多的调查 我想大家都可以上网去找 一定能找得到 其实大部分使用 Podcast的受众 他一定是 可能在家里做其他的事情 做家事 或是开车 或者是说 他可能只为运动的时候 同时在使用这个东西 他就变成说 他在使用这个东西的时候 坦白说 他是很容易分心的 所以很容易分心 就是他其实是在 同时做别的事情 那如果说我们只是很 发散的一直在聊天 那对他来说 他可能在这听的过程 他会没有办法接收到 他到底听到了什么 他也不会觉得 我为什么还要一直回来 听这个听天下的节目 可是我们也是 基于这样的考量 所以每次的节目的设计 或是自己商业模式的一些 发规或跟客户讨论的内容 我们都会很专注的 去抓到一个重点 说我们这一节节目 到底要给听众带来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 不管是听天下 像我们自己一开始做 或者是我们发展商业模式 其实大家都可以发现 我们从头到尾都不会脱离 我们要给读者什么东西 所以其实还是很清楚 说在节目的定调 还有说受众的定调 因为现在就是一个M型话 节目M型话 听众M型话 那怎么样把这个该受众 我们把他抓住他的目光 抓住他的耳朵之后 继续要延续 延长那个战力 那像天下杂志 它的确是一个很传统的媒体 书报杂志 那你当时呢 在做这样的数位创新的时候 我看到在去年 2021年第45届金鼎奖 也拿下了数位创新奖 要不要讲讲这个部分 我觉得应该说拿到这个奖 我们自己也会觉得 算是一种很好的肯定吧 对 否则就是做了这么多的节目 然后也看到很好的收听量 然后就是到底大家怎么来看待我们媒体做这个新的尝试的一种的发展 我觉得是一种我们给自己很好的一种肯定 那我觉得拿到金鼎奖这件事情 我们应该有更多可以分享的心情 但我可以先讲我们自己 我自己这边看到的感受 我觉得应该是说 就是金鼎奖这件事情 它其实给我们肯定说 穿到媒体踏入一个新的声音的趋势的发展 但是这个方向好像是对的 然后也却使用了不同的传播管道 给我们的听众更多的内容 跟更多的服务 对 那我想其实不只是天下 我相信很多台湾的媒体也一直在观察 投入Podcast这个市场跟领域 到底可以怎么做 还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的确像在讲到数位创新 我相信洛美应该非常有感受 就是你影音中心的总监 那透过不同的新媒体的方式 其实要跟传统来做结合 要把握有限的观众跟受众 我觉得应该是说 天下是从一本杂志出发 但是我们早就已经不在做 只是杂志的事情 包含我 我自己的 还有我们组上的伙伴成员 我们的专业其实是在做影像的报道 然后现在又跨足了影跟音 就是声音的这样子一个 传播的方式的一个载体 但是当然我觉得 我觉得这也是跟现在的大环境 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我一直觉得说 我想要再回归扣紧到前面的 前面的一个议题 也就是在于是说 其实刚刚建政有提到了 是说我们怎么样去理解 我们的不管是读者也好 观众 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什么 那我也会觉得说 其实在前两年 我们在做Podcast的时候 就是刚刚前面提到的 我们其实是摸着石头过河 慢慢的理解 然后再冲刺 那我也觉得说 其实到了下一步 我们一直在讨论说 怎么样让我们的节目更优化 比如说我们一直非常希望说 在有限的资源下 我们能够让内容更可听 比如说我们有更多的现场感 然后能够把声音 做不同的形式的演绎的方式 然后再加上我觉得 其实在疫情的时候 我也发现到一些很有趣的状况 以现在Podcast的节目来说 多半还是集中在理财 或者是聊天开心 有一些自我成长 国际新闻 身心理的听声 但是其实还有非常大的开发空间 像比如说广播剧等等 其实还有很多内容都没有被开发 的确您刚刚说到一个很关键 就是目前在Podcast节目当中 广播剧是唯一目前还没有被涉略到的 但是你说到了 它制作成本也比较高 国际震惊局势或生活杂谈 心灵成长 这个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比较主流的方向 没错 然后在疫情期间 那个时候其实台湾有这样子的一个节目 做一个尝试 他们希望开发一些所谓工具型的节目 举个例子来说 就有一个节目 它教你如何做菜 透过Podcast 你不觉得用Podcast听教你做菜 非常的有趣吗 因为你完全眼睛也不用看食谱 你可以盯着你的食材 手上你可以拿着你的刀子 直接听它 它告诉你第一步 要先把葱给切断 第二步再把姜给切碎 所以我就觉得就开始有创作者 开发出像这样的新的题材 就感觉要厨艺很好才可以 应该是你很 做节目的人厨艺很好 听的人就跟着他一步一步follow就好了 但我想听的人可能有一个关键 就是他理解力要很够 切断是多长一段 五公分一段还是三公分一段 做节目的主持人就应该要说的更清楚一点 所以内容为王 对我觉得这是在一个疫情之下 我们发现一些很有趣的新的内容 所以其实还有非常多的内容可以开发 它未必是适合我们天下杂志 作为一个媒体适合做的 但是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创作者 可以去开发各式各样的内容 那尤其是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是 影音的成本向来制作是比较高的 相对来说Podcast它的一个清明性就 门槛就低多了 门槛比较低一些 对所以我们也会发现说 其实在国外已经有非常多的案例 他在做一个想要做一个影视IP的时候 他是先在Podcast上面做试水文 那台湾之前有一个案例 像那个火神的眼泪 他跟KKBOX合作 他们其实是先播了剧之后 再把它变成是一个声音的形式放上来 但国外它是我先来做这样子测试的水温 然后再来看我要不要怎么样来拍摄 这个影视的作品 这是一个新的尝试 那我也觉得未来蛮可奇的 就是说其实现在我们大家谈元宇宙 AR VR 在几年前我曾经在台北影展 看过这个VR的影展 其中有一个片子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带这个VR的device 它其实是在帮你模拟一个 有视觉障碍的视障者的一个环境 所以你从这个VR的当下 这个沉浸式的画面 你看到的是微微的一些亮光 可是你耳机可以听到非常清楚的声音 它就是用这样子来模拟 所以我觉得在未来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有更多可能是 我们现在三位都想象不到 但是未来可能有非常多可能性 在内容创新这件事情上面 那当然回到了媒体 我们还是很希望是说 怎么样在我们擅长跟优势 跟我们认为说 对于这个社会正向公益 有帮助的方式之下 以我们做的内容 来把它做成Podcast 但是其实在这个Podcast市场 还有非常多好玩的内容 可以大家所有的创作者 一起来做尝试 我们希望能够在近期 赶快把蓝海变红海 让每个节目都可以浮出水面被看见 对我也想要补充一点 其实就是确实因为 当这个产业链逐渐形成 商业模式也真的也开始变多了 我们发现现在开始有 除了单纯就是口播广告之外 其实现在也有非常多赞助 或是donate的方式 都是希望用鼓励创作者 然后大家能够把你的好的能量 发挥出来 是鼓励创作者 当然我们在制作每一集节目里面 希望听众朋友可以带回些什么 不是只是打发时间 过了就算 当然它是一个陪伴型的载体 打发也有它的那个功能性 对那个功能 就看你需要什么 我觉得就是Podcast太有趣的地方 你需要什么 你都可以在这上面找到你想要的内容 它可以是主角也可以是配角 没错 那我们现在是主角还是配角 在我们这一集来讲 当然是主角 当然是主角 一定是主角 那很重要的一块 其实刚刚你还特别提及 我觉得分众市场是一个 的确我们要关心到的事情 那像听天下 我们知道Podcast 它在排行榜非常前面 那后来听天下 也特别在分出来 一个叫闯天下 对 是不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闯天下在说些什么 那建政哥又怎么看这样的 不同的分众市场 那对于受众的影响力 我们自己常常会说Podcast 是一种低门槛 那是高学问的东西 那为什么会有闯天下这个节目 其实也是因为我们观察到 受众跟分众这件事情 是越来越明确 越来越明显的 所以特别把有一些 原有在听天下的 比较年轻化的节目 甚至于也把它搬到 从天下来去做 重新的包装 跟重新的整理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 一样我们回到从 对象 从读者出发 从听众出发 来去帮他们做很好的 分众跟区隔 那我觉得除了 这种分众跟区隔之外 就是 怎么样让Podcast 有更多的尝试 跟更多的模式 也是我们当初 在发展闯天下的时候 另外一个希望 去思考的议题 也就是说 我们也开始 想要一直去尝试 Podcast 它除了拿起麦克风 这样子讲讲话之外 到底还可以 跟我们的受众 有什么更多的互动 对 所以其实我们也一直 在尝试做这件事情 那我自己可以举 两个例子 因为其实刚刚我们也提到 很多疫情之下 国外有很多的发展嘛 那我觉得 我们回到台湾来看 我自己其实对 台湾之前有一个 团队他们做的 一个声音的案例 我自己觉得是很有趣的 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一下 它叫做小岛里 小岛里 对 就是小岛 台湾那个小岛 它其实是 因为之前我们跟 那个台湾设计研究院 有一些合作的计划 那 那其实是台湾设计研究院 他们做公共服务设计的 一种计划 然后是由 设计师方旭中 还有那个 蚯蚓文化的 那个由智维总经营 他们两个去合作的 那为什么我觉得 这个计划很有趣的原因 就是因为 他们也是一开始 只是录 对谈的Podcast 可是他们透过一些 网络的地图的整合 让所有的声音 其实是落在地图上面 你可以知道 他是在讲 这个地方的故事 然后他们就是 一大道成为 一个很清楚的 一个文化 一个据点 这样子 然后你可以通过 他们的网站 很清楚看到说 每一个据点 他可能比如说 这家商店的老板 他就会找这个老板来 录Podcast 聊一聊这个地方的故事 那我自己觉得 他很有趣的原因 这是因为 他把那种 声音跟地狱 这件事情 做了很好的整合 也就是说 对于观众 或对于 大家可以想像 假设今天是游客好了 就是我真的 就很像 走到台北的每一个地方 就像是一个博物馆一样 或者打开那Podcast 他就可以跟我 介绍这个地方 到底有什么有趣 有什么好玩的 那我觉得 这也是一种很有趣的尝试 去看看说 他开始这件事情 他到底能不能 融合更多的空间 融合更多的 他可能有 某种能够是一种工具 他某种能够 还是一样 只是在说故事 可是我觉得 他去发展更多 跟使用者互动的模式 这也是我们 在当初发展床天下 除了内容上面 也想要去做分众之外 也希望透过这个节目 更多的谈心 或者是他的受众 更年轻 来去思考 怎么跟他们 有更多的互动方式 而开始的 您刚刚讲的那一个 就是我觉得好像是 随身带着一个导览员 那你只要透过 你的手机载体 可能扫描QR Code 不管是画面 甚至以后 可能就节省了上ARVR 就会出现在你左右 那闯天下 当然他的定调是 好像是25岁到35岁 那像这个世代的年轻朋友 或者是说 像我们听天下 可能是25到45岁 这样的族群 他们未来还有什么样子 洛美姐觉得可以发展的部分 我补充一下 其实我们真的在 这两年多一路走来 其实我们多数 在做很多的决定的时候 其实都是从我们的 听众出发的 像听天下很特别 他跟我们现在 多数传统的Podcast节目不一样 我们很像是一个综合型电台 我们有各式各样的节目 关键字是其中之一 但是呢 当时我们是因为觉得 我们也是希望是说 他都是在一个天下 所想要展现的一个内容上面 我们集结起来 但是做多了 你就会发现 他其实对于 使用者的体验来说 是会有问题的 因为有一些人 他可能不一定 每个节目他都要听 那所有的节目都混杂在其中 他会有一些 有一些的障碍跟不方便 所以基于很多像 我们有一些听众的回馈 所以我们才觉得说 那我们可能到了一个时间点 我们刚好可以去做一个分众 去做一个区隔 再加上其实Podcast 本来就是一个更比YouTube更高度分众的一个载体 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 我们在去年的10月 才决定我们要新推出的是一个创天下 我们把过去更多比较是属于年轻人的 他们希望更多互动很强的 他们想要更了解世界的 或者是说我今天作为一个上班族 可能每天面临到职场的问题 我们可以透过比较用轻松的聊天的方式来做分享 所以我们来做这样子的分众 其实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数据 我觉得蛮有趣就是其实我们也做了 大概两三个月到现在 其实在我们的后台数据已经发现了有不一样 我们现在其实在听天下 我们的主力的听众的年龄层是落在35到44岁 可是闯天下的主力超过三成以上 其实是28到34岁 我想我们应该是落在 这我就不太好意思自己说 其实我发现很有趣 透过声音我们来了解就是听经济这样子的文化 我必须要跟大家说 因为我自己是从电台出生 所以实际上是一个传统的媒体 那永远我们都不知道电台的受众到底是谁 或者是我们还是会有所谓每个节目 就像你说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可是像podcast它就是一个很单纯 它可能会已经有一个就是主题 那你可以随选随点 它的内容都是留在上头的 所以其实可以服务更多的听众朋友 他觉得这期节目好 他可以一听再听 所以对于知识的摄取 或者是说听众的留存度 他留在你这边 其实podcast的听众可能比一般的电视观众 或者是youtube的收看者 粘着度是更高的 没错的 邢琳讲到这边 我刚好也可以补充一下 就是说 其实我们之前做这个听经济大调查 是我们发现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现象 也就是说 其实对于收听podcast的听众来说 他对于广告接受度是高的 那为什么 因为其实podcast这个载体 它的忠诚度高 它也有比较强的粘着度 所以他对于这个主持人 这个节目他所推荐的东西 或是他的一个广告 信任感 他的那个信任感 他听完他会觉得 而且他知道说 我今天如果要支持你 你必须要能够存活下去 我希望继续听到你的节目 所以这是一个蛮有趣的调查 超过四成 他们其实是完全不排一次广告 是那种重度的使用者 甚至是有六成 他们是完全接受 因为我希望我还能够继续听到这个节目 所以我觉得他某种程度 也发挥了podcast 像这样子的一个特性 但是因为刚刚弦林刚好也提到 是说因为你也是很资深的广播人 现在podcast 我们也很好奇 就是传统的广播 怎么样来看待podcast 这个新的市场 有些人可能单纯就是 把原来我的广播节目 我把它放上去podcast的平台上 那你自己呢 有没有什么样的新的感受 其实说白话 大概在两年多前 其实大家对于说podcast 我们都会觉得 怎么可能会有人 特别为了一个节目 特别去下载 特别在某一个时段收听 因为觉得那好像不符合 我们的生活习惯 因为我可能 开车的时候 早上八点钟 我就是打开车上的广播 但后来发现 完全大扭转 很多人上车 他是直接打开 他想听的节目 就是八点上架的 那个节目 他开始吸取 他今天该 吸取的生活 资讯 或者是资讯 那对于广播人来讲 我们发现 有两派分众 一个还是很坚持 在传统领域上面 我会觉得说 不行 你们这些podcast是没有办法跟我们一样广播可以留存这样子长长久久的 但有一派是打不过我们就加入他 那对于我们现在的电台经营来讲 我们就是打不过我们加入他 因为他是一个新的崛起 他可以的确把电台的节目一样同步复制在podcast平台上面 可是我们会做些许的调整 因为受众或者他们对于听觉的需求是不太一样的 没错 邪灵提到这个 我觉得我自己也很有感 因为我们自己做记者 做内容非常非常的多年 我觉得其实 回到天下 为什么想要做podcast的一个目的 也就是说我们发现到 现在我们的用户 我们统称说用户好了 他在吸收新闻内容 我们资讯上面已经用的载具太多太多样了 那我也觉得说 其实过去做传统媒体 我们可能只要觉得 我能够努力产制出一个好的内容 就应该会被看见 可是现在完全不是这样 所谓的过去有花香蝶子来 花朵很香蝴蝶就会来 我觉得现在的环境已经完全不是那个样子 我们可能要花很多的力气去理解我们的用户们 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样内容 他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理解 我觉得其实所有 我觉得经历过数位转型的人 或是在这个其中 大家都很累很辛苦 完全超过了我们过去的一个专业能力 但是我最近也 也时时刻刻也是因为做podcast这件事情 这两年常常在想 我觉得或许换一个角度来想 就是说 其实科技它会让我们变得更方便 我想到我过去 我在大学时代也在电台打过工 对 那个时候我不要帮在外面采访的记者 录他录回来的播出带 那个时候是用大盘袋 对 然后我进电台的时候都还没有看过盘袋 你不要装了 然后后来我们在可能拍摄电视新闻或是影音的报道 我们用beta cam 前一天我还在跟我们的记者聊天 听说我们在以前在整理采访的新闻稿的时候 整理这个听打 我们用录影带 可是你换一个角度想说 对 其实以前做这些事情其实很不方便 但是现在因为科技的进步 所有的事情变方便了 而且重点是他也变便宜了 门槛降低 所以我觉得或许我们换一个角度想 虽然我们在这个数位的洪流当中挣扎的很辛苦 但是他对整个可能人类时代的进步 我觉得身为一个比较还是从传统媒体出来的人当中 我觉得媒体还是有所谓的变跟不变 不能变的是我们在想要传递的这个价值 内容价值少 没错 但是我们在因应这个时代潮流的变化的时候 我们是一定要能够来改变 那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相对来说变得快 所以我们早已不迎接了听经济的这个浪潮的来临 那现在也才有这个机会把经验跟故事分享给大家 没错 那贱贱哥这边最后是不是有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我觉得应该是刚刚不管是贤林的经验 或若美的经验都可以听到 其实现在是一个用户主导跟用户选择的时代 所以我觉得像我自己坦白说 我有用Packet但我也使用广播 可是我的使用会是我有选择的 比如说我每天晚上下班开车的时候 就会收听贤林的广播节目 期待太好了 对那我的目的就是因为我知道你的节目 会在这段时间播很多音乐 那他就是对我来说很好的陪伴 那我就会去选择使用这个 可是如果今天在这个时段以外 我在开车的时候 我其实是会收听Podcast的 对那因为对我来说 这个时段我需要就是透过 因为我们自己家的经济学员在天下这个节目 他是让我来收吸收资讯跟吸收知识的一种管道 所以我觉得用户的选择权跟用户的主导性 已经在决定这个媒体的走向跟生态 那其实我自己最后其实想要提的是 确实现在有越来越多的 不管是品牌或创作者想要加入Podcast 这个市场跟这个领域 那我自己一直会觉得说 做这个传播工具一定要很有耐心 而且要持持意恒 对它不是一个你很短期 就可以看得到结果跟成果的东西 那毕竟它也不是什么跨年的烟火 我一放就很多人都看到 很多人就知道它是需要时间被累积的 那我们自己从听见下 我们自己在做的经验 基本上我们觉得 要投入这个市场 就是很干重两件事情 第一个当然还是去了解 我们真正的用户是谁 然后他们真的需要什么 像我们做了非常多的读者的调查 用户的调查 其实就一直在反复的去修正 去调整我们的做法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我觉得其实Podcast是一个可以闲聊的平台 但是闲聊之余 其实要记得让观众带一些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 那我觉得就是一些小小的提醒 想说也让大家知道说 当我们要进入这个环境 我们很欢迎大家开始加入 对因为我相信有许多的企业品牌 可能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来拉近跟民众之间的距离 那最后洛梅有没有想要补充的 如果要补充的话 我反而是蛮 我觉得在 蛮谢谢蛮多创作者的 因为我们当然在做内容当中 有蛮多机会跟大家交流 像比如说其实因为 多半的用户还是使用Apple Podcast 但是Apple Podcast 它其实在后台能够提供的数据 是非常非常少的 迷恙的Apple Podcast 对我刚刚前面其实提供了 非常多的数据 当然除了有来自于台湾本土的 两大的平台 那包含了还有我觉得 所谓这个江湖上的武侠奇才 像是杰西大叔等等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大家 所有在这个领域里面 大家所有人的贡献 所以然后大家一起希望说 能够把这么有趣的 一个声音的载体 重新带到我们所有的 所有的听众的耳边 身边 对 是 听听记 第二注意力的市场 绝对是可以期待的 解放你的眼睛 眼睛不用那么累 用耳朵听了就知道 谢谢两位的分享 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 谢谢大家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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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的收听